大家好,欢迎来到三哥说漫话 海人打算用小边边威胁雅迹人回去 南树看不过,出手相救 雅迹人也大声呼喊,不再为哥哥工作 镜头转来阿哥这里 他独自练习飞轮 雅迹人也开始就读南树的学校 而且他空闲时会一直黏着南树 现在他们在天台上开会 二担任战斗的大元帅 负责殲灭敌人 肥仔担任特工队队长 负责打头阵 阿哥和饭团就负责打仗吧 阿哥在回家的路上被狐狸叫去 上一代东中少年的大本营 他们听说南树开始玩飞轮 他们想推荐阿哥当下一届 东中少年的头目 他们说南树竟然沉迷于 飞轮那种小孩子的玩具上 他要阿哥把南树的头给拿过来 当然被阿哥给拒绝 阿哥轻松躲避了攻击 自己一个人干掉他们 南树他们要参加的是特罗派昂零件战 只要打倒八个盗之王就可以成为空之王 现在南树的队伍要运作的话 需要很多东西 地团队一 徽章 记忆卡 飞轮零件 现在他们来到设计徽章的丁田老师的家 是白眉的熟人 很快他们的徽章就已经设计出来了 南树将队伍取名为小屋丸 现在三年级迎来毕业典礼 老大一拳奏向南树 这一拳是惩罚南树 擅自组建飞轮队伍 因为南树让他们持续26年的东中少年传说 在这一代就结束 从现在起将由南树创造自己的传说 到了晚上他们就阻止别人抢自己的地盘 这让林晴很是伤心 这样他们就跟十字军没有什么差别 这时对方用读取器看到南树飞轮的资料 也只有1级的水平 敌人趁机对南树发起零件战 首先他们需要网络登记 小屋丸现在只是F级 对手刀虎也是F级 比赛在晚上开始 F级别的零件战是冲刺 内容是环绕这所学校四周的铁丝网一周 先绕完一圈抵达终点 或对手摔出跑道就算胜利 小屋丸的处女战正式开始 先由肥仔当冲锋 给对手相当大的压迫感 由于铁丝网太久 肥仔直接摔下来 他们正中刀虎的阴谋 轻松取胜 第二战由饭团出战 他使用独门绝技 倒挂金钩跑法 一个手松 饭团直接头部撞到铁柱上 小屋丸连输两局 二也说他不想参加这种垃圾比赛 林晴非常自责 南树是因为他才接下这比赛 难道小屋丸的处女战 就是领饭盒战了吗 他很想帮忙 可是他是沉睡森林的一员 他被姐姐告知不要太出风头 这时林晴化身为假面少女 去帮助南树 那个服装差点就笑死南树他们 比赛开始 林晴一下子就拉开距离 饭团为了看春光图竟然追上林晴 林晴一个大跳跃把篱笆弄坏挡住饭团 轻松为小屋丸取得胜利 这时阿格竟然退缩了 他让二去帮自己战斗 南树阻止了二出战 他要阿格勇敢应战 因为南树知道阿格的轮值磨损是最厉害的 阿格摆起了起跑的姿势 比赛开始 阿格高速的冲上前方 一下子就到达终点 这时对方的队长也开始认真了 南树看到美女就会软掉 队长使出月球漫步 抢先游步起跑 南树也露出了认真的眼神 女队长想用心理战术迷惑南树 但南树一下子就从她头上飞过去 小雾丸就这样轻松取得一胜 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 记得留守我的频道 我们下个影片再见 拜拜